这个撰写,特别注意就是说,这边有几个要点 主要就是说呢,我要怎么样把这些图 放在一个adapter连接器里面 那这些图呢,实际上放进来的东西 就是放这个图的时候呢 它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完成 这个地方的话,需要一个adapter可以放 那这个adapter呢,就叫bass adapter 这个是bass adapter,然后呢,分别把它放进来 那特别注意呢,放进来的形式 其实它是动态的去画一个什么呢 画一个view 这个view的话呢,是一个image view 然后呢,再去把那张小张这个图 把它low到这个里面来 一张一张的小图 也就是说呢,它动态的怎么样呢 去产生一个image view 然后呢,它自动就会帮我们把它排列进来 排列在这个里面 OK,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那程式撰写的流程 基本上呢,跟前面呢 我想大部分都相同 宣告两个东西 一个是image view 一个是greed view OK,这两个应该没有问题 再来的话呢,就是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那个就是array,一个阵列 那这个阵列的话呢,就是储存什么 储存那六张图的这个resource id 它的id部分 OK,所以会有六张嘛 我们刚刚有讲过 就是在drobo,在resource里面建一个drobo的资料夹 然后呢,放六张图 OK,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是宣告 再来连结,连结的话呢,也跟前面一样嘛 反正呢,你就是连结画面上面的两个元件 一个是image view,一个是greed view OK,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比较会有问题的就是这个地方 那我要怎么样,把那个六张图呢 放到这一个我们上面那个greed view里面去 这个就是比较麻烦的地方 所以特别注意,请各位呢 这个我先把它移掉了 这个我想书上是直接给你看到结果 可是呢,看到结果 你会不知道奇怪它怎么产生的 好,各位可以看上去说呢 请各位,如果要建立的基本流程 第一个,先在这边建立一个 这个叫什么呢 先输入一个叫myadapter myadapter的一个类别 不过这个类别呢,目前没有 所以呢,我必须怎么样呢 等一下要产生 那它宣告一个这个类别 我这个地方自动产生一个类别 然后类别的名称叫adapter 一样是连结器 后面new一个adapter 然后传进去给它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话是less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OK,那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打完之后 它会建议你什么 建立一个myadapter类别 因为现在这个类别不存在嘛 对不对 不过呢 它会帮我怎么样呢 建立的这个类别 它会建立在外部 建立另外产生一个什么java档 那这样的方式呢 其实也可以 只是比较麻烦 我建议